大疆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 此前不久,国家正式实施首个针对直保无人机的国家标准 NP3213-2018,直保无人飞机质量技术评价规范 文件中,该标准对无人机质量和检验方法都提出了要求 譬如自主控制模式的各项飞行精度不大于0.5米 飞行航机需使用高精度RDK定位系统测量等等 其中,在这一标准的起草工作中 大疆是一支全方位参与,面对直保无人机 以往无往不利的大疆,也不具备绝对优势众所周知 大疆是无人机领域绝对的佼佼者 只要提及无人机就绝对绕不过它 尤其是在消费及无人机领域 从2015年开始,大疆就宣布自己要做直保无人机 而此次受邀参与标准的起草工作,侧面展示了其在这一市场的被认可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相比于消费及无人机市场的狂欢 大疆在直保无人机市场,并不是无往不利的 换一种说法,在直保无人机市场的开拓上 大疆并不具备绝对的优势 名气和品牌无法抵消 迟到的影响 2015年11月,大疆正式发布了自己的第一款直保无人机MGE 并于2016年3月正式交付 单刊大疆从发布无人机到量产交付 这速度还是不慢的 但不可忽视的是,早在其发布产品之前 国内直保无人机市场就已经涌现了一批玩家 比如汉河航空,比如吉飞 的确,基于此前在消费及无人机市场累积的品牌影响力 大疆在进入直保无人机市场的初期 并没有遇到多少阻碍 品牌和名气为他吸引了牧名而来的客户 消费及无人机的经销商也同样可以承受直保无人机 也因此,不同于那些一边卖硬件,一边卖服务的竞争对手 直卖硬件的大疆,一下子就打开了自己的市场 不过,仅仅依靠品牌和名气,就能消除大疆迟到的影响吗? 彼时,直卖服务的吉飞,已经实际走到了农田中 通过直营团队来提供服务 从市场占有率上来讲,这个方法的成效可能很慢 但所形成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市场 而借此收集的大量农田数据,也为产品后面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实验数据 需要注意的是,正是因为走到了田头 吉飞等才能够让客户真实感受到直保无人机带来的便利 这种认知比大疆的品牌认知更有影响力 也因此,基于自身定位,早早走到田头的吉飞、汉和航空等厂家 才能在大疆进入市场之后,依然能够保有自己的市场份额 避免了消费及无人机市场一家独大的困局 就目前的市场情况来说,经过2017年的市场争夺战之后 吉飞已经成为了直保无人机这一细分领域公认的口碑第一 甚至大疆也有所危机感 最为明显的表现是,每次即飞发布新品 大疆方面紧跟着就会进行一轮降价 这与它在消费及市场中游刃游远的态度是不同的 当当广告购买升级、销售等模式 稍显弱势在最初的那段时间 技术和品牌的优势让大疆很快地进入了市场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优势所带来的竞争力也会逐步减弱 此时,我们的关注点就要落实到盈利、操作、服务等方面 然而,在其中的某些细节上,大疆并不具备优势 有的还略显弱势,产品升级模式对客户不友好 自2015年发布MGE以来,大疆每年都会发布新机 若想更新换代,经销商或是职宝队,只能再次出钱购买新机 这意味着更高的成本 与此同时,随着价格更低的新产品的出现 原有的旧产品,多数指,会遭受羁压的命运 用某经销商的话来说,像职宝无人机这种工具性无人机 只会迭代越快,死得越快 为什么?因为经销商不愿意自己承担产品升级更新所增加的成本 尤其是这种一旦更新只能整机购买的产品 这对经销商等客户来说,是一种不友好的行为 相比之下,虽然吉飞也开始销售无人机 但他的产品更新,并没有遭到客户的吐槽 与大疆整机更新的做法不同 极非采用的是模块化更新 更新的新产品可以与上一代产品相兼容 从而减少经销商等客户的成本支出 两相对比之下,仅从产品更新和成本支出这两方面来看 大疆的做法,并不具备高性价比 对此,经销商的选择可想而知 有经销商透露,在2016年采购了MG1的用户中 已经有30%的人,在2017年投入了吉飞的阵营 有30%的人,在2017年采购了MG1的用户中